是没有powerview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powerview在哪里 这太重要了 powerview 首先 首先我想把powerview 放在资料底下最右边 所以等一下 这边已经有一个视觉化 我再做一个 等于说做两个 你没有必要做这么多个 反正你现在是做第一次 我就放在资料底下 因为视觉化资料 所以当放在资料功能标签底下 1.档案 2.选项 3.制定功能区 4.第四个 第四个动作 你要先找到powerview powerview在不在功能区的命令 或者是你找所有命令 好不好 所有命令 就是刚刚你不是已经打勾了 那个powerview for itself 你就点这个所有命令 你就点这个所有命令 总要全部都出来嘛 对不对 好 当你打了所有命令 大概下面 因为powerview很容易找到 就是从上面慢慢慢慢往下找 有看到吗 powerview在这里 你可能啦 你的解析度可能稍微比较小一点的话 那你就卷轴拉下来一点点 有看到吗 powerview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就是你先点到他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说我要放在资料 所以请你选资料 资料底下麻烦请点新增群主 就是我希望在资料下面增加一个群主 所以新增群主 这个新增群主 我不喜欢这个新增群主四个字 所以你可以点新增群主 然后重新命名 好 我就直接取名 我叫做 你可以选择叫做 那个视觉化三个字 好 我就用英文来呈现 然后随便给他一个 一个图示 图示 好 确定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在资料底下就多了一个 这个 然后请你选 请你点他 然后我们现在重点是要将 要将powerview 新增到他的下面 所以请点新增 这样子的话 powerview 这个powerview 然后新增 然后新增就到visualization的下面 然后确定 还没有结束哦 这边只是告诉你说 你的资料底下拥有了powerview 这个visualization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功能集里面 有了powerview 这个功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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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